为了能够治好小宝的病情,贺小燕可没少费心思 国内外知名的医生都请便了,可小宝就是不买账 最长的医生任职10天,这让贺小燕十分头大 直到有次小宝犯病,因为没有私人医生在身边 贺小燕只好带小宝去当地公立医院 这间小宝和医生玩得有模有样 贺小燕还是第一次见小宝愿意和陌生人接触 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于是问了院长医生叫什么名字 院长说叫秦宇悦是非常出名的医生 以人家的资历本来是能够做外科医生的 听到这里贺小燕点了点头 回去后也让秘书调查了秦宇悦的背景 没有留学经历,临床经历也只有短短的两三年 这样经验不足的人怎么能做小宝的医生呢 可自从小宝见过秦宇悦以后 其他的医生他都不愿意让靠近 贺小燕问小宝想怎样 小宝说想让秦宇悦当他妈妈 贺小燕都懵了 可谁让宝总是老大呢 贺小燕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医院找秦宇悦 刚见到秦宇悦就以贺总的身段递过一份合同 让秦宇悦做小宝的私人医生 可秦宇悦根本不吃这一套 对贺小燕说自己不接受处医院以外的接证 更别说做私人医生了 贺小燕碰了笔 于是回去想办法 贺小燕决定亲自给他发邮件 说得很刻板 让温顾改了一些 却不小心发出去了 秦宇悦更觉得贺小燕自恋了 贺总便亲自打了电话 却被秦医生误以为电话诈骗 第二天贺小燕便带了现金去找秦宇悦 还是被秦宇悦拒绝了 就在一次治疗中 秦宇悦发现温小宝生日时 小宝很反常 问了贺小燕后 才知道小宝就是在生日这天出的事故 才造成了创伤 秦宇悦觉得小宝很可怜 所以决定做小宝的医生 陪伴他治愈他 自从秦宇悦来到贺家之后 贺小燕和秦宇悦的感情绪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人互生情愫 假急争作 一天贺小燕的大姑来看望小宝 进屋看见家里多了个陌生人 贺小燕给大姑介绍说 这是她的妻子秦宇悦 可大姑明显不买账 长相和绅士都平平无奇的女人 听什么进我贺家的门 于是大姑就背后调查秦宇悦 正是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啊 原来秦宇悦在医院能力出众 发表过多篇论文 获奖无数 秦子就更不用提了 大姑瞬间哑口无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 每天都会更新贺先生的 恋恋不忘的故事 让我们下期再见